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月6号的百格晨报 首先为您跟进 昨天晚上10点多 在水澜沙登卫星市工业区的一家机械工厂 发生了一宗缅甸外劳厮杀案 两班人马持血欧斗 结果造成四人惨死 三人重伤送院急救 警方随后已经逮捕了四名缅甸人注查 接着有乡区部秘书长 穆哈默阿里夫的最新消息 新宗日报头版新闻 揭露了这一名贪官 第一天在书邦USJ住家 找到300万令吉的现金和金条外 现在还发现他的银行 存有约260万令吉的现金和金条 另外还有一辆MPV的轿车 以及在巴生河流域 拥有超过10块的土地 但目前尚未估价出来 新报和阳光日报 两家报纸的报道角度比较类似 新报报道指出 反弹会从社交媒体 例如脸书上载图文 寻现跟踪收入和生活方式不对等的公务员 逐步追查他们涉嫌贪污的行为 阳光日报的大标题也打出了 没有那么大的头 就不要戴那么大顶的帽子 形容政治领袖和公务员 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对等 并且在头版引述知名律师 沙勒詹祖汉认为 为了个人利益 在滥权的贪官事件 显然在告诉执法当局 必须要监控公务员和其家人的行为 接着我们来关注国内政治新闻 谣传今年就是大选年 而首相纳吉日前仿佛有所暗示 向内阁成员说到 今年将会是有意思的一年 Interesting year 促起内阁成员既是为民服务 不过是否真能引许民心呢 行动党支援兰国会议员刘振东表示 巫统以及一党领袖的合作 基层未必会接受 他也大胆预测如今的马来选民将会如同2004年至2008年之间的华人选民一样 也就是说海啸虽未成形 但已经看见了风 关于马来人今年的政治倾向 前首相署部长在伊布拉辛也在部落格撰文写道 他觉得马来人不是敌视或者是害怕行动党 而是受到了巫统的误导 才会对行动党不慎了解 他更以马来人怕鬼来比喻说明 就是因为从小耳辱目染 被老一辈灌输鬼可怕的观念 所以才会怕鬼 一旦马来人了解行动党 到时候就是巫统害怕的时候了 他也强调 马来人向来在政治议题上选择不公开表态 但他们却可能会因为讨厌巫统 而选择在来临的选举中 悄悄的把票投给了行动党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近日脸书广传有民众发现所购买的新年肝 会嗅到强烈的化学味 而将肝浸泡在水之后 味道更是呛鼻 对这样的传闻 吉隆坡生果批发商的工会名誉会长 戴光林就反驳说 中国生产商通常会采取冷冻方法保存 然后再将放入冷冻柜 然后运出口 此做法可以保鲜很久 所以无需使用恶氧化硫质类的防腐剂 另外吉隆坡生果批发商工会的会长 郑振荣也说 所有进口到我国的蔬果 卫生部以及海关都会抽样检查 至今未曾发现过有相关的案例 他也强调 以他30多年买卖水果的经验来说 蔬果通常不会用此类的防腐剂 一般只有干货类才会使用恶氧化硫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